那除了悬崖 击打双西大年昨天下午也发生了闪电水灾 加上又碰上大涨潮现象 导致两个甘榜被洪水淹没 截至昨晚10点 一共有79名灾利被迫撤离家园 转移到当地临时疏散中心 79名灾利是来自甘榜湖马 和甘榜双西皮阿的20户家庭 昨天的持续强降雨 适逢遇上莫不合大涨潮现象 导致水位突然暴涨0.5米高 引发洪水泛滥 从昨天下午3点45分开始就淹没甘榜 许多灾民来不及搬离家中财物 损失程度还有待估算 当局在昨天下午6点半开放疏散中心 虽然洪水在夜间逐渐消退 但是当局还在监测水位 确保灾区居民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许多灾民 没有打赏 不吝点赞 许多灼